大家好,多做一段影片 我看大型的景色也不错 李家超今天原来写了一篇大文在报纸上 是不是他写呢? 我都不肯定,很有他的风格 但那些文字又好像是八股得很紧要 但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的资深评论员真是非同小可 有一脚就踢了他的腎 即是今年7月1日来 那边闻开头说 发表重要的是我们政府施政的纲领 哦,原来如此 好衰不衰呢?我们的资深评论员 习总说过什么呢? 总书记说过什么呢? 我们评论员还有印象 觉得不是很妥快的重温 好,行了 那我们这些做惯老师 阿超这些 不肖学生 是不是? 古古怪怪的 古古学 叫你做的事不做 然后现在就改了别人的指示 自己作过一堆 是不是这样呢? 还是上面改了叫你改更呢? 我都很分不开了 因为这篇文章真的太像小学生作文 你假假地都已经是中学生了 是不是? 还做了几十年了 又进修过去克服什么东西的 公务员那些 是不是? 你怎样可以作这麽 这麽肉酸的文章呢? 是不是? 首先 我就不重温 习主席 我最后再重温 说他这篇文章是什么 好吗? 这篇文章当然是 刚刚上去回来松无松逆 不知为什么作一篇这样的文章 很难猜究究竟是哪些人的 当然也可能是中联版塞给他 中联版叫那些 即是在特首版里面 他旁边那些团队那些名胆 作的 全部不合格 没有水平 很难说 你对着我这些资深人物 真是很痛苦的 我总是指出你的错误在哪里 首先介绍那篇文章 都很给面 是不是? 今天假期流流 今天现在还是26号 是不是? 人家这麽有心作一篇文 是吧? 好学生作一篇文 但是你做了一个 严格要求的老师 这篇文章作得很难受 很难看 哦 习主席说话 令我更充满信心 早两天见过他 方向更明确 我这些全力已负不负重托 在国两制的政国轨道上 在新时代的新征途上 香港大有可为 风光无限 这句就参与杂的了 必要事必将仍来为繁荣昌盛 温暖和许的更我未以好明天 我只能挂齐了个鸡作文 丢了些形容词 文艺康 杀士啊大哥 他不是没有 接着他就说了 引起了习七月一的施政纲领 吩咐了你 我也吩咐你 因为我熟习了他的讲话 然后提醒了你几次 没有做的 这半年你做的什么都没有做 你又是开头弄了个四个工作组 是吧 出一号的时候 土地房屋 没有什么做 弄了个 弄了个 什么 简约公屋 厄够人说四年半可以解决上楼 应该是不行 夸代贫狂 没有做过 供应房屋 没什么 地区事务 整个关外组 施政报告 不知是什么 还有搞政府政策组 政府政策组 即是中央政策组 没声没气 不知道谁愿意加入 不要找我 那二十大报告指出 新征图这些 你们不要金如记忆行不行 先说一下 你既然是金如记忆 我就跟你金如记忆 解决了你现在说的什么 又要伟大复兴 命运共同体 二十大 有二十大忘记了七一 吩咐过你什么 是吧 你自己说过你自己都不记得了 什么土地政策组 四个组 特首的 政策组 没声音没影 是 半年了 好了 说你的了 报告是要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 那关你屁事吗 现在香港干什么 香港就是 处于由乱到智 人家都执了两年 执了三年 那些勇武派 就快三年了 由智及兴 兴不兴到尾 兴了半年了 只是说而已 关键 关键阶段 现在才是关键阶段 说了几个月了 大家记住一年后 他说这些话行不行 一年前已经说 由乱及智 他还在做局长 政务司司长 和邓炳强两个 经常念书 我们现在由乱到智 由智及兴 乱就 乱就没了很久了 一年前还有一些新鲜感 现在两年了 这一年 由智到乱 其实就是由智到乱 经济倒退 还是关键阶段 关键了一年了 你坐这位坐了半年了 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现在 请大家记住 一年后 你记住他 是不是还在说 又乱及智 又智及兴 一年后他还在说这句 他就说我们会做三大工作方面 在新征途上 带来无限风光 我真的不想你有什么三大工作 你什么时候搞定香港 让它回复稍为正常 政治经济市民 各方面稍为回复稍为正常 还有财赤有什么方法解决 这些全部实施制 做就可以了 不用说什么无限风光 不用这么风光 你搞定这一堂 一堂屎水 你搞定它 让它正常一点 有些流动性 有些活力 行不行 一尾做吹 始终共产党 你知道了 好了 三大工作 你以前那四个组 五个组 五个政策组 你那些是怎样的 你明日大禹那些 那些人不说 你走去什么 好了 看看他三大方向 见完阿杂之后 现在很短视而已 很甘如记忆而已 刚刚见完老杂 下来就说阿杂想我怎样 阿杂想我怎样 好似乎是整片这样的东西 然后到处问 中联办 那些执政团队的顾问 薛义琦来过过 当然说 小超你英明 好了 给你执下一些字眼 可能你是指示别人写而已 我估计也是的 好了 第一 要把握好机遇 更积极稳定国家发展大国 关于屁事 随着国安法完善选举制作 整年了 刚才说过 游志甲兴已经一年了 影都没见了 你是思想来的 是 完善了一年了 我已经说了一年了 你整班忠诚法民已经上任了一年了 人人拿了百多万人工 好了 香港恢复稳定 好不稳定吗 他们最不稳定是那些疫情 你搞得乱了 还有人出来示威吗 插了警察一刀最勇武的 年半前的事 一年来六个月前的事 还是不稳定 还是赖黑暴 这就很糟糕了 好了 现在新起点 一年前你说新起点 现在又为新起点 国家十四五规划 说过大湾区的那些都很残杀了 国内人循环 国内商循环 经济格局 这些 糟糕了 好了 一带一路 我还说一带一路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大湾区 大湾区 说了几年 一坛糞水 你融入那坛糞水 香港面临的那么多问题 天天有的 你不知道怎么做 搞定房屋了吗 搞定那些在睡街的人了吗 后行搞定没有 卓永兴 还有你那个 阿基哥 陈国基 你们两个 只搞定老鼠后行 连那些在睡街的人都搞定 今天说给你们听 今年升了两倍 即是睡街的人 一千人 千人很少 欲孙 好了 第二 说多一次 第一他说 发展机会融入 梁振英十九几年前说融入深圳 港深一看 融入大湾区 二十年前 是不是二十年了 十五年前 唐英年做政务司长的时候 一小时生活圈 我还记得了 说了很久了 你叫我上去 踩着单车 走到大湾区 我都没有兴趣 到现在 有些小路人有空上去消费 叫鸡那些 这就叫做融合 第二 融合没什么 融合 放一个两制 然后优势带来 背购了联统国际 这个就是叫你和外面通关 没有 发布 你又香港背购了联统国际的独特优势 开了金融峰会 那些人来 整床拼踢 那些人来 吃饭吃饭吃饭 没什么要用 现在还有金融 还有金融 还有金融 还有贸易航运中心 还有 现在 你怎样整活它 是吧 他一直都当成为老子 全力建设 国际创科中心 中外文化艺术 加为中心 加强国际合作 别人肯和你合作吗 整个国际大势 你面对现实行不行 发挥香港联统的作用 香港已经克服疫情困难的障碍了 黑房 通行证还有啊 全力活跃于国际舞台 没彩你吗 还说要赶孤孤走 最近你知不知道 还做些无聊事 工商界 科技界 要积极 广泛交流合作 你好像叫了那些 立法会的人去 去组织的商团 去了几个地方 两个月前 什么都没有 去印尼 去爪华 去越南 选普债 叫人来投资 没有人来过 这些人不说了 说好香港故事 还说好香港故事 有什么值得给你们说 独特优势 融合 带来机遇 这些说了十年的东西 一国两国不是一带一路 十年的东西 你现在突然还在做好它 等你做 梁振英做不到 林郑做不到 你做到 你做好香港内部的东西 搞活过市面经济 行吗 啊 民主派闪了 不用你去应付 是吧 第三 确保 发展与竞争力不断强大 吸纳人才 推动青年发展 完全没有半句说 那些人在走 那怎么办 没有的 没有事的 我们很耐心 那些人会回来 走过都没有走过 吸纳国方人才 抢人才 一片亮丽 全部假大屋 一片亮丽 阿波说 估计不合 昨天前两天 陈国基阿波 叫做创科局 青年发展局 尤尔茨 科技局 一起开了 肯定浴宣的技巧 没人留意过 是我这么专业 不闹不得 不平不得 是吧 好吧 我在施政部中央说 香港未来的发展远景 提高科目创新 你搞定现存问题 多方面创新 破格的措施 教育科技 未来经济发展关键 我们必须高度做事 多看经济蓝图 抢人材抢企业 就说抢抢抢抢 抵白谢韦俊 你抢什么 你先骂人 说抢25万人材 早两天说 我看你 看你抢 抢毛呢 好了 你又出现了 还有什么 没有了 三大目标 第三大是抢人材 第二是 配夹祖国融入什么 第一是一带一路 第二就是 开拓 国际关系 独特 一个两制的独特 优势开拓 融入开拓 培认人材强大竞争加强 未来阿超说要做的 你信不信他能做到呢 一年后我们看看这三个东西 我又留了这个材料记住 你说过 我记住 然后转眼又到年尾了 然后转眼又到年尾了 你坐了半年了 你坐了半年了 你一轮盖的坐在那里 我们要把握当下 三年前都说把握当下了 我智慧到未来 我就努力落实 不负中央的期望 这位在维员 为谊是优位的地位 增强市民的获得 yourself 那幸福感 就是不肯 мі天了 今天才会让谭月松打你一巴掌,年终吧 原来你所谓很快将会是明年年终,等一周年 我逐步有队稳图安排通关,满足安全要求,尽量取得我们平衡 尽量长期尽量,结果是不做事,结果是没动过,跟你搞房屋一脑洋 被一头电机踢爆了,你的房屋政策是不要动的 尽快大致逐步通关安排,年终吧,如果谭月松说的正好 我正在看,几日后就知道了,你能否取消凝固症 还有没有能和国内全面东西,不是加多几十个面额,一千几百个面额 啊,2023年将这个环城昌盛,温暖和许的一年 我不用要这么多东西,正常一点,一切正常一点 减少移民的悲情都没势情怀,稍微舒缓 我已经很高兴了,都不要说要回来,未有这么快的了 即刀底相见,希望外面的人回来,我会不会想都不敢想 走了就不要回来,哎呀,阿超不走你都不要回来 你看他这样,他哪来搞定些东西,他写一篇文都不符合 不符合一篇文章你想讲什么呢,你清楚一点 你不只是宣传一些愿景,但你这些现实没有针对性 是不是?明天会更好 好了,说回来,一说你就明白了 习大落来,7月1日,他提过,但竟然没有理会 说说我施政,你施政半年了 习大7月1日吩咐,他们是什么事 大家记不记得,有四个希望,三个必须 四个希望三个必须 三个必须先说,三个必须 一个两制,这些不用说了 全面管治,这些是必须的 那你必须当然在做,一直看着你 必须要保持,还有一个必须 为什么变成四个? 保持香港的独特优势 有这样说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三个必须 四个必须,当它是四个必须,四个希望 独特优势保持 能否保持到? 没有人来的 因为你的动态清零香港版,没有人来的 没有一个优势 股市跌至1.7000,现在 relat ١.9000 Guild Guild Guildiums 跟着4.14000下跌至是非常左 现在拖万多每天只有几百亿 几百亿, ragazzi findingsqu独出 你上任时还有两万点,四个希望,刚才没有了,四个希望 第一叫你提升治理水平,你自己给分自己,KPI自己行不行 你治理水平提升了什麽,有什麽改动过插婆留下 你连防疫全部跟着,加强发展动力不见,有什麽,切拾排解民生幽难 我都记住习总书记习总老爷说过,令人防止住大一些就业情况理想一些 现在是,低身职位就继续有,中等高身职位去新加坡了 人才,然后说抢,抢我回来做什麽 要找些事情他做才行,抢 共同维护和坏稳定,团结各方,有没有团结到民主派 他没有说民主派,但是洗澡你团结吗?忠诚会说洗澡你团结吗? 当然叫你切发团结那些反对力量 这是很技巧的字,从来都很技巧,但是他暗示了 那些力量还存在,还有恶制势力支持着那些 除了你要对付他,也要团结,又团结又斗争,这才是老无自觉的 重要伎俩,你懂不懂啊?李家超,看你就不懂了 斗争就懂了,团结呢?不懂,为什麽要搞统战? 为什麽反对派一向都有善?为什麽民主党在重要时刻可以入中联版聊天? 因为他有团结过,现在到你了,那你怎样团结? 财婆也有团结,知道吗?财婆不会上阵 不久就跑去跟汤衔桥吃饭,去民主党买自己的钱 赞助人类的筹款晚宴,他们真的做这事有做过什麽? 拿着枪,夹着人,怒人去晓,是不是? 你一定要团结,民主派是不用理的,你以为 他们还在代表香港人,你知不知道? 还没死的,你看多关心黎智英杰国家的人 多关心周幸彤 无处不在的民主派的威力影响你,是不是? 你是靠白色恐怖,靠枪枪,稳住环境 这不是长久之计,你一定要做事,团结他们 又团结又斗争,那你只是斗争不团结? 不用你做吗?没有伎俩,不踢火,你明白吗? 你做这个位置不踢火,没有手段,你明白吗? 不用,我做警察不用手段,打勾人了 告他不听话就好,看看怎样? 好了,这段视频讲完,看见他的文章,一吐火 所以大家说是不是? 老师吩咐了你,老习总书记吩咐了你,老师看着 监察着你,半年什么都没做过 刚才告诉你,叫了你做的事,全都没做过 现在就在那里吹小学生作文,我们大湾融合,国家融合 把机遇再发展而来,明年就军暖,如和的春天 你这篇文章真是好乱酸啊,你这篇文章,行吗? 好,多谢大家